在未來可以改變社會 改變國家一個最重要的領域 我們怕你不看到我們的招牌 才有一個台灣共和國 不用他在跟我們招牌 我們的招牌師傅 他的戰狗也很疾病 因為他知道我們五間非常有臺灣心 非常愛臺灣 他看他在這裡真正在這個服務所 他就主動來這裡說他暗時 要來這裡跟大家做一個很好的招牌師傅 在這裡招牌 給我們這裡的服務 因為他會來這裡 都在相互臺灣心 最愛臺灣的 現在也有在我們服務所裡面 在這裡在招牌的樓下 如果有需要這個服務的 我們也會帶來這裡 我們的租居 也就是說我們每個拜一的蚵蚵 拜一是蚵蚵蚵 六點九九點 都會帶來我們的服務所 我們都有這項賺牌的服務 來這裡招牌的樓下 來 這樣就帶下來